讓我們歡迎廖鳳儀會友演講題目是 最棒的休閒活動 最棒的休閒活動 廖鳳儀會友 各位會友 午安 你有休閒活動嗎 看看我這身裝備 你猜猜 我等一下要去哪裡 從小我們被教育 要認真讀書 要認真工作 所以 除了讀書 還是讀書 除了工作 還是工作 其他的休閒活動 都是多餘的啦 以製造成現金 沒時間 沒工 沒心情 兩枚的可憐蟲啊 今天 我要向大家推薦一個 讓你花會少 卻健康多多 最棒 最棒 最棒的休閒活動 那就是登山 我從高中時開始爬山 可是真正愛上爬山 卻是在完成人生第一座白月 玉山之後 玉山 標高3952公尺 是台灣百月之首 更是東北亞第一高峰 我因為參加登山協會 舉辦的攀登玉山活動 但因身為天后 就是天天落後啦 所以 沒有人願意和我同一組 而且 我自己也沒有信心 但 身為台灣的登山者 不上玉山朝聖一次 就像未成年一樣 而且 我又想起玉華會有成說 生命是一連串的挑戰 但是生命中所出現的一切 都是美好的 所以我 心難接受 面對挑戰 而且 我還自己擬定了 玉山攻頂計畫喔 一 每天爬山 鍛鍊角力 並練習負重 二 增添設備 因為 攻玉扇騎士 必先立其氣嘛 所以 我添加了大背包 羽絨衣 排汗衣褲等 三 行前多參加 較具有挑戰性的行程 例如 台北市的七星扇 這些都可以登加 我的登山實力 出發當天 天氣晴朗 真是天助我眼 雖然 我已準備多時 但還是爬得很辛苦 所幸山友 一路陪伴 鼓勵 還不時說笑話打氣 可是 一路的自製形陡坡 其堅心難以形容 且隨著高度不斷上升 我的背包 越背越重 衣服 越穿越多 腳步 越來越沉重 呼吸 越來越急促 千辛萬苦 我終於到了排雲山莊了 竟有一點背片山山的感覺 因為 既沒有潛規好樂滴可以唱歌 也沒有85度C 可以喝咖啡 甚至連 你家 我家 全家便利商店都沒有 唉 真是慘喔 晚上七點半就起 只為明天凌晨三點半的宮頂 山莊內 除了我們 還有日本人 西洋人 簡直像聯合國 人聲鼎沸之中 我翻來覆去 難以沉眠 而山友 左右開工的打呼聲 更像重型機車 尬車聲不斷 而身旁傳來的磨牙聲 更像阿飄在叫我 迷糊中睡著 天還沒亮 大家就催促我起床 迫不及待出發 在黑暗中走著 卻藏不住內心的興奮 山鏡上 人滿為患 壯觀無憑 只是我 感覺除了艱辛 還是艱辛 感覺除了冷 還是冷 雖然 戴上皮手套 我的手 還是像冰塊一樣 只能忍住 慢慢往上爬 山鏡曲曲不平 又要手腳冰 又攀爬山壁 當風口時 一陣強風吹來 幾乎把人吹倒 只能忍 再忍 在五點半 我公寓中你成功了 玉莎 玉莎 我來了 山頂三百六十度的視野 景色壯觀 亦然無遺 只見群山均沉浮於我的腳下 立於山頂 我猶如君臨天下 毫不威風 此時不禁想唱 山床壯麗 無殘風龍 煙黃四周 風雅成羞 群山公頂成功後 我從中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 原本叛登玉莎之前 我正陷入人生最低潮 不但投資失利 家庭失和 而且婆習慣性緊張 每天下班後 不知往何處走 走投無路 甚至想 但念頭一轉 到山上走走吧 心情豁然開朗 現在 我也學會用更開闊的心胸 面對人生 用更謙卑的態度 面對大自然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群山我都上了 人生還有什麼困難 我沒辦法的克服的呢 我覺得 爬山的好處就是 清靜大自然 抗壓性會變好 讓你從草莓族 變無敵鐵金剛 也沒什麼失眠 躁鬱症的問題 爬山回家後 呼呼大睡 保證一夜好眠 可以欣賞美景 高山上有許多花草植物 日出雲海 瀑布流水 都是平地上所見不到的 而且 通通不用錢 盡情享用法 三 自從爬山後 我瘦身成功 我不用像大白昌 要花大錢 減肥 拉皮 臭脂 最重要的是 我瘦的健康 連血壓都正常了 四 可以加入登山社團 每週有不一樣的行程 可以遊山玩水 結交各行各業的好朋友 而且 只要花點小錢 就可以豐富你的生活 爬山 常讓我在汗水淋漓當中 釋放所有的工作壓力 每次爬完山 總讓我再次充滿典力 再次面對工作與生活的挑戰 爬山的感覺真好 享受樂活人生 等一下 我們一起去陽明山走走吧 歡迎 大家和我們一起來爬山 謝謝 好 很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 來為我們 鳳以慧有做講評 請問鳳以慧有在哪邊 你好 我想她一開頭 就到盡了台灣人的悲哀 一輩子努力讀書 拼命工作 但是卻缺乏了休閒活動 她選擇在風光明媚的陽明山上 分享這樣的議題 我覺得馬上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 您是否跟我一樣很期待 認真的往下聽呢 而她主文中提到 登山前 種種的不如意 登山時萬般的艱辛 以及登山後 她開闊的胸襟 條理分明地告訴了我們 她主要的理念跟訴求 而她 豐富的肢體語言 以及她全身的裝扮 更為這場演講 注入了不少的說服力 最後 鳳以慧有 以登山的好處 來吸引大家 像我這麼胖的人 我一定要登山嗎 她用這樣子的一個 登山的好處來做為結語 為我們整場演講 畫下最棒的句點 整體來說 強而有力的開頭 條理分明的主文 以及具有震撼力的結尾 真是一場優質的演講 對我來說 有一件事情 這一輩子從來沒做過 那就是爬山 更別說是登山了 我死也不會做這件事情 你們知道嗎 可是 我要在這裡跟大家 報告發誓 明年秋季大會 之前我要做一整年的體能訓練 我要攻頂玉山成功 我要跟我們的鳳以慧有一樣 站在玉山的山頭上說 玉山我來了 你們說好不好 等一下 我會準備簽署書 所以大家就一起填一填 不過在這裡呢 我還是要給我們鳳以慧有 做一些些的建議 我想 因為登山是一件蠻辛苦的事情 而他表現的是非常的愉悅 所以講話的速度快了一些 如果他的速度再可以調慢一點點 我相信更可以幫我們帶入您登山 而且最棒的休閒活動裡面 另外 他的目光接觸 如果可以再照顧到我們 左半邊 右半邊的聽眾們 我相信我們的感受力會更強 而且會更能夠被你的演講所吸引 如果說這樣的演講可以改變我的一生 可以讓我收掉一公斤 少掉幾萬塊的減肥費用 你們說 是不是要跟我一起去呢 告訴我現在的演講是什麼時候 我一定去 主持人 鳳以慧有 今天聽到你這個激勵跟 充滿啟發性的演講 真的讓我有一種想要 以演講會 心亡為己任 自個人生死於度外的衝動 在今天呢 鳳以慧有今天這個 充滿激勵跟啟發性的演講裡面 他一開始他講的是 一個登山 登玉山的一個故事 他的過程 我們看到他這個演講 他表現非常好的地方是說 他講到哪裡 他利用這個投影片 他講到哪邊 那個畫面就會呈現出來 所以說這個是很不簡單的 因為代表說他在整個演練的過程 他是花很多時間 他很認真去演練這個整個過程 而且他在整個敘事的內容裡面呢 他又很精心去針對他的內文 去做很精心的設計 所以我們看到他講天 他原來他是天后嘛 天天落後 但是後來呢 經過他一直努力 然後去勇敢去突破 達到他的一個目標跟境界之後 那後來他從 他講的要登山 要讓他原來是草莓族 變成一個無敵鐵金剛 所以他的內文 他是有很認真去設計 另外我還很欣賞 鳳以慧有今天 他整個他的表現 他聲調語氣變化非常的多端 我們看到他 他的聲調是很有感情的 他聲調很有感情 而且很有變化 這是他在整個在演講內容裡面 表現非常優異的部分 如果說就這個演講已經這麼豐富 這麼好的話 我們如果說希望他再進步一點的空間 就有觀察 我是覺得說可以 或許還有一點機會點 在這邊提出來 我們做一個 大家做一個參考 首先在鳳以慧會 他的聲音速度上面 我是覺得可能稍微快了一點點 我在想說是不是他走上來之後 從這邊走上來 因為他背了一個很大的背包 是不是說因為這個背包 然後又走的距離比較長一點 所以說可能比較重 所以我覺得他速度 是不是稍微 可能稍微快了一點點 另外缺少一點停頓 另外呢 就是同樣的 如果說今天 因為他講的是 他在登玉山的整個過程 跟他整個 他要闡述的一些內容跟價值 如果說他一開始 他可以用對話的方式 比如說一開始 他問大家說 各位會友 你們有曾經登過山 喜歡登山的人請舉手 再接著他可以問各位會友說 那曾經登過玉山的人請舉手 用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一開始 可以跟下面的會友 做一點點互動 另外呢 也可以讓他自己 爭取一點時間 可以稍微喘一口氣 這是我一點小小的建議 小不掩餘 就鳳以今天的演講 其實內容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豐富 而且充滿了整個一個 激發性跟勵志性 那就整個來講 我相信說 他只要稍微 稍微在他內文裡面 速度上面做一點改進 其實必定可以更好的空間 成功來自堅持 力量來自渴望 我相信鳳以會 必定會日益精進 成為一個更優秀的演講員 主持人 有人說 當一個人心中有火花 有熱情如火的時候 他的嘴巴會 會蹦出 閃閃發亮的火光 今天我從鳳以會友的身上 看到他全身都散發出火光 來向我們 鼓舞我們 爬山是最棒的休閒活動 然而 他在他的演講過程中 一直不斷的告訴大家 爬山的好處 爬山的優點 爬山的困苦的地方 只是我是一直在想 他從頭到尾都像爬山的方式 的語氣來跟我們做一個演講 顯得有點看起來比較喘 是不是這個部分 也是他勢必要演繹出來的 爬山就跟做演講一樣 是很辛苦的 是很喘的 這是我第一個觀察點 再來我覺得鳳以會友呢 今天的裝備非常的齊全 只是說呢 我在想 是不是爬山裝 除了背包 還有其他的裝備 因為我們可以從他的道具上面 看得出來 爬山是一件非常需要 完全準備的道具的動作 所以 這個部分我覺得 鳳以會友已經讓我們展現出來 爬山是需要完全準備的 然而我覺得 在中山樓 我們靠近陽明山 我們需要 如果遇窮千里目 就需要更上一層樓 在座的各位 都看起來像是山川壯麗 物產豐榮的產物 所以呢 我們需要的就是爬山 這樣子鳳以會友 給我們幾項建議 是非常的受用的 只是要更上一層樓的方式 我覺得可以有幾種方式 來讓他的演講更上一層樓 比如說 在講話速度方面 可以再做緩和一點的動作 因為如果你要陳述爬山 跟平常你在講話的方式不同的時候 速度跟你的停頓的語氣 勢必會影響觀眾對你演講的一個感覺 再來 你演講的手勢 如果今天你的手勢過多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聽眾有一點模糊的想說 你的手勢到底要表達出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的手勢也是演講的一個方式 也是演講的工具 所以手勢過多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混亂的感覺 這個部分其實也是可以繼續再加強的 再來 再來我覺得 鳳儀會有給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整個非常熱情如火的一個熱誠 來鼓勵大家要去爬山 最後他的價值給予我們 是說已經這麼靠近陽明山了 是不是待會我們就有空 我們就去走一走 這種登高一呼急呼的精神 我覺得是我們在座每一個演講者 都可以向他學習的 所以呢 我覺得聽完鳳儀這個演講 讓我學到非常多 不管是人生還是爬山 都需要能夠擴張自己內在的事業 跟外在的事業 如同他登山一樣 總主持人